车子已经撞到四五天 几个来看看 秀的怎么样 全拆了 老婆你让开 你能不能冷静点 你让开 我找他说个明白 你找谁个 找谁个 谁说我找谁 你找他用不用 人家能成认不 成不成认我也得找他说个明白 为什么要这样说我 饭可以乱吃 话不能乱说 说你说两句 唯一少不了块肉 少不了块肉也不行 你平时不都不在乎病人 是怎么说你吗 这是冤则的问题 对不对 明明我是受害者 跟我说成啥了 你谋论呢 哎呦 你想那种 跟我们俩说两句说 是不是 那不行 你找谁个 找谁个 谁说我我找谁个 谁说你找谁个 废话 评论区 那都封丝说你了 你去找去 你是站哪头的 不是我站哪头的 是你去找说 也没有用 是不是 你能堵住那些人贼啊 堵住那也不能乱说 我们自己做什么事 我们自己心里清除就行的事 平良心就滚了 你滚他们说啥了 回来回来 站着给我训 大家好 你们看到老公 这气哄哄哄的 个谁谁不气 是 你也小小伙 就以为我们家车被撞 那个事情 又听到一些流言废语了 这心里受不了了 承受不了打击了 要去找别人算账呢 就你这个脾气 这点度量 能干什么大事 我要干什么大事 我能干什么大事 成家立业大事 大家好 关于我们家车被撞 这个事情 我今天听到了一些 流言废语 不好的评论和议论 我心里实在受不了 这个打击 我感觉你们 一点证据都没有 就在那忽说 拔说 侮辱我 首先我想说的是 我没有借着我车被撞的 这个事情去炒作 我只是单纯的记录视频 我更没有 故意的把这个事情爆出来 也没有谴责当事人 就是那个司机 没有谴责他的意思 希望大家能够理解一下 嘴下溜嘚 不要那么恶毒 第二 我没有从中 去赚取任何利益 有的人说我从中 不利 这个车出了事故之后 走的是我的保险 我没有跟保险 看察员 或者说4S店串通 拿任何利益 拿利益了 对 我也是后来听别人说的 有些4S店 为了拉拢生意 他会从中 拿出一部分的利益 给司机 还有这样玩呢 你们不要 没证据 下呼说 小心我起诉你 第三 我的车还没有秀好 前两天我去了4S店 看了正在整形的阶段 我正好也拍了一下视频 这样呢 也给你们看看 不是有很多网友说我 炒作假的 根本就是别人的破车 你说哪有人说 自己车没出事故 然后故意去诅咒自己呢 对吧 等一下给你们看看 到底是不是我的车子 到底是不是我的拍照 看看你们会不会被自己打脸 大家 车子一定 撞到四五天 看看秀的怎么样 全拆了 牵脸是不是得圈换呢 我牵脸圈换了 这再东西卖 只能卖到个屁钱 牵脸都来换了 至于后期怎么处理这件事情 我们呢 既然是朋友 也都说好了 等车子秀好之后再说 我没有说像有些人 给我扣的帽子那样 哎呀这人太坏了 太恶毒了 早就想卖的车子 现在终于被人家开出事故了 要让别人赔偿一辆新的 或者说要要把这辆车 秀好卖给别人 搞价卖给别人 我没有 我没有这样做 既然我能把车借给他 就说明就说明我们的关系还是不错的 希望大家不要这样去猜测意义 你们也放心我们车不会卖 对就算卖也不会卖给当事人的 这我今天把话放在这块 如果要卖的话 我会卖给爱手市场 还有最后一点 我觉得我发的所有视频 我已经照顾到了当事人的隐私 我发的每一个视频 已经刻意的保护了当事人的隐私 杀信息也没有说 你们也不要在那里评论 我应该不应该发这个视频 希望大家能够理解一下 如果这件事情发生在你的身上 我觉得全世界都撞不下你 对吧 像我这样的人 我觉得还是很少的 说完了 说完了 痛快呗 啥痛快 说完一会儿呢 说完就痛快了呀 拜拜